那有初宝说老花衣啊 你没家 或者是你没有的话 你也帮我推荐推荐 有什么可以除那种异味 或者是甲醛 激化空气之类的花 老花衣负责任的告诉你 你能看到这些花吗 包括那边那边 就这一整个棚 大概有六亩地 这所有的花加到一起 这一天除掉的甲醛 都没有老花衣一天吸的多 真的 最好的除甲醛方式呢 就是你没有发现嘛 就是你比方说 有桥前吸玉的时候 他们都会怎么着 喊你过去吃饭 你以为是干嘛 不是单纯的让你去水点里 是让你过去吸一下甲醛 明白了吗 关于除异味这个事 不现实 最好的除异味 包括除甲醛 就是开窗吞风 老阿姨不能说 因为卖几盆花了 就告诉你 这样我还能去甲醛 我告诉你 所有的植物都能去甲醛 只要是植物就能 但是你看这一棚里边 都没有我一个人去的多 你 与其那样 你不如请我回去吃两顿饭 是吧 你吸吸甲醛之类的 懂那个事吗 还有一个事呢 就是能够散发芳香类的 一些个植物呢 你可以放到 半个自己的洗手间 但是那里边没有光照 没有光照的话 时间长了还不行 你有光照就肯定有窗户 你有窗户肯定能达到除异味 你指着花白虾 弄点空气清淫剂 买点木炭包 这才是正办 勤刷一刷麻虫 那个地露 用一个潜水艇式的 这才是正办 跑偏了臭宝 你指着花有点跑偏 包括你去买一些个什么那种香木 那都是死的 它其实就是用香水泡的那种感觉似的 时间长了也不香了 懂这个事就好 香包 木炭 防水 牵住请地露 刷麻虫 勤刷 勤打扫 有条件就多开装 好了 关于花有什么不懂的 或者是想看购桌养花知识 都可以关注老花一 我是老花一 养花最早一 白了吃饱 嗨 嘿嘿 嘿嘿 嘿嘿